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 今天我们将挑战性地探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个燃眉之急 乔 拜登在面临巨大压力下依然坚持竞选连任 尽管党内和外部的声音要求他退出 但拜登却不屈不挠 甚至在辩论中失利后依然试图重振旗鼓 他的坚持是否能迎来转机还是会成为民主党的负担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的角色又将如何演变 这些问题将成为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虽然还有四个月才正式登场 但目前的选情已经陷入一片混乱 乔 拜登总统的竞选连任计划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特别是在他最近一次辩论中的糟糕表现后 更是引发了党内外的震动与质疑 一场坚持与挑战的拉锯战 美国总统乔 拜登一如既往地展现出他特有的坚定意志 在面对民主党内部日益增长的压力 要求他退出2024年的竞选时 拜登不仅没有退缩 反而更加坚定地表示他将继续参选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拜登在一场电视采访中顽强地表示 如果全能的上帝降临并说 乔 退出竞选 我会退出竞选 但他随即补充道 但全能的上帝不会降临 拜登的这一表态让不少民主党人感到惊讶和沮丧 尤其是在名为生死攸关的电视辩论中 他的表现被认为糟糕至极 民主党内部甚至已有五位众议院代表 公开呼吁他退出竞选 其中最新一位公开反对的众议员安吉克雷格直言 我不相信总统能够有效地竞选 并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 面对这股反对声浪 拜登的竞选团队依然坚持推进计划 安排了多场竞选活动 包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两场集会 他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集会上 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 宣称 我会留在竞选中 我会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 然而 这一系列的努力 并未能平息党内的担忧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拜登的主要国会盟友们 虽然没有公开呼吁他退出 但他们的沉默却更加让人揣测背后的分歧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 杰弗里斯都保持沉默 对采访请求的回应寥寥无几 党内外的压力语之一 拜登试图通过展示活力和坚定的姿态 来结束这场政治危机 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周五在ABC新闻的采访中 他多次被问及年龄和精神敏锐度的问题 并试图回避关于他的精神状况的质疑 然而 这些回答并未能打消公众的疑虑 反而让更多人怀疑他的能力 CNN的专栏作家大卫 阿克塞尔罗德在文章中指出 拜登正处于否认 妄想 反抗的状态 他写道 拜登描述的赌注是如此之大 如果他相信这一点 我认为他会最终做出对国家有利的决定 并退出竞选 至于唐纳德 特朗普这位共和党挑战者 则讽刺的建议拜登忽视批评者 迅速前进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他应该像在辩论中那样敏锐 精确和充满活力 弱势中的坚定支持 虽然面对巨大的压力和质疑 但拜登的竞选团队依然信心十足 拜登竞选发言人凯文·慕尼奥斯表示 没有人比乔 拜登更致力于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和捍卫我们的民主 他们希望通过不断的选民接触和努力 来赢得更多支持 《环球邮报》报道指出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纽澳梁的文化节上 也表达了对拜登的支持 他警告说 另一个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威胁 仍然是选民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哈里斯在演讲中并未提及 拜登的辩论表现 也没有回应要求他退出竞选的呼声 而是强调这次选举的重要性 党内的分歧与未来的路 拜登的盟友们在私下里 也开始讨论他连任的可行性 弗吉尼亚州参议员马克 华纳已经接触参议院民主党人 组织讨论拜登的连任之路 众议院民主党人则计划 在周日与杰弗里斯会面 预计拜登的可行性将成为主要讨论话题 一些民主党人担心拜登的麻烦 可能会成为选举的拖累 随着党面临维持参议院的艰难道路 拜登在民调中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 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民主党 努力夺回众议院作为 对抗完全共和党控制的防火墙 黑人民主党人的支持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 拜登依然得到了黑人民主党人的坚定支持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作为第一位当选副总统的 黑人女性和南亚裔人士 在黑人民主党人中拥有重要地位 她的出现凸显了白宫在处理 总统能力问题时的艰难任务 《环球邮报》报导指出 与哈里斯关系密切的 黑人民主党顾问安托万·希赖特表示 要求拜登让位的压力目前仅来自白人民主党人 特别是公开场合 她认为 如果拜登最终决定放弃竞选 哈里斯将成为对抗特朗普的热门候选人 加州民主党众议员马克星·沃特斯则表示 人们说瞧 拜登太老了 见鬼 我比拜登还老 她强调 不会有其他民主党候选人 党内应该团结一致支持拜登 未来的选择与挑战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拜登的未来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虽然他坚持参选 但党内的分歧和质疑声浪不断增长 民主党内部的会议和讨论 将在未来几天内揭示更多细节 决定这场选举的未来走向 拜登是否能够克服这些挑战 继续他的连任之路 还是最终会被迫退出竞选 让位给其他候选人 这一切都将在未来的日子里逐渐明朗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这场选举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每一方都需要全力以赴 争取每一张选票 用行动来证明他们的信仰和决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正在迎来新的波折 现任总统乔拜登坚持参选连任 尽管来自党内外的压力持续增加 拜登在民主党内部面临不少挑战 包括五位众议院代表 直接呼吁他退出竞选 此外一些重要的捐助者也威胁说 如果拜登坚持参选 他们将切断资金支持 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不佳 进一步加剧了 对其精神和身体健康的担忧 81岁的拜登 在最近的辩论中表现失常 他将这归咎于感冒 但他的解释并未能够平息外界 对其认知能力的质疑 与此同时 特朗普则继续强调拜登的老迈 并呼吁他继续参选 将注意力转移到拜登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上 在民主党内部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哈基姆 杰弗里斯和参议员马克 华纳等高层人士 也在密谋讨论拜登的竞选前景 拜登则坚定表示 不会退出竞选 并计划在宾夕法尼亚州 和其他关键州 继续竞选活动 他在威斯康星州的集会上 发表了一场强有力的演讲 重申了击败特朗普的决心 但是 这并未完全平息党内的动荡 拜登的支持者 和反对者之间的分歧加剧 尤其是在其精神敏锐度 和整体竞选能力方面 民主党策略师 大卫 阿克塞尔·罗德 在CNN的 一篇专栏文章中建议 拜登正处于 否认 妄想 反抗的 状态 另一方面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纽奥梁的文化节上 强调了选举的重要性 但他避免提及拜登的辩论表现 及其连任竞选的争议 这凸显了白宫和竞选团队 在处理总统能力 问题时的艰难任务 对于哈里斯来说 这种动态尤其复杂 因为他既是忠诚的副手 也是潜在的总统候选人 在黑人民主党人中 支持拜登的声音仍然响亮 他们警告说 另一个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威胁 仍然是11月选举前 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然而 要求拜登让位的压力 主要来自白人民主党人 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 随着选举日临近 民主党内部的讨论和策略 将变得更加密集 顶级国会民主党人的会议 将被密切关注 以寻找更多公开反叛的迹象 未来几天 拜登和他的竞选团队 将面临更多考验 包括周四在华盛顿举行的 北约领导人 峰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 白宫和竞选团队 需要处理各种争议 包括为拜登接受的电台采访 提供问题的消息 以及来自各方的批评声音 拜登的下一步举措和竞选策略 将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他能否克服这些挑战 成功连任 总之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对于拜登来说 是一次重大的挑战 他需要在党内外的压力下 坚定不移地推进竞选活动 并努力平息 对其健康和能力的质疑 在这场激烈的竞选中 拜登的每一步 都将受到密切关注 他的决策 将对民主党的未来 产生深远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拜登坚持竞选连任 是基于他对国家 未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就像历史上的 莎士比亚所言 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做到 而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去尝试 拜登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 和稳健的政策 他是最有能力在这个关键时刻 领导美国的人 即使在面临困难时 他的坚持和毅力是令人钦佩的 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两次的辩论失误 就否定他的能力 楚天书 听你这么一说 我还以为我们在看 不可能任务呢 拜登现在的状况 更像是莎士比亚的悲剧 哈姆雷特里的那句经典台词 To be or not to be 他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 如果他的健康状况和辩论表现 都无法令人满意 那么他坚持竞选 只会让民主党在选举中更加困难 更何况民主党内部都已经有五位众议员 公开呼吁他退选 他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 这可真是个大问号 谢琪琪 你这么说就像是把莎士比亚的喜剧 当成悲剧来看了 每个人都有糟糕的一天 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整体能力就不好 拜登的政策和经验是无可替代的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国际局势紧张的时刻 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演讲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活动中 展现出来的活力 证明了他仍然有足够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而且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 他在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依然领先于特朗普 这难道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吗 楚天书你真是乐观的像是唐吉赫德里的主角一样 看到风车都以为是巨龙 拜登的健康和年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就像你无法忽视冰与火之歌里的龙一样 即使他在摇摆州的民调领先 但这并不代表选民对他的信任感 你看连他的竞选团队都在辩论后忙不迭地灭火 不就是怕选民对他的质疑吗 与其坚持一个存在风险的候选人 为什么不考虑一位更有活力 更能够胜选的人呢 谢琪琪 你的比喻真是让人捧腹大笑 把拜登比坐风车 这么说来 他的竞争对手特朗普难道是凯撒大帝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 拜登已经证明了他能够在困境中带领国家渡过难关 你提到的健康问题 拜登自己也说过 他每天都在接受认知测试 以确保他能够升任总统的职责 再说了 选民对他的支持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基于他过去几年的政绩和对美国未来的展望 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在民调中领先 也是为什么他有信心击败特朗普 楚天书 说到凯撒大帝 你让我想起了布鲁图斯的那句 我爱凯撒 但我更爱罗马 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爱拜登 但我们更爱美国 如果他无法在竞选中展现出足够的活力和领袖魅力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更好的选择呢 联名主党内部都有这么多的声音呼吁他退出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像哈里斯在文化节上所说的 这次选举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选举 如果拜登无法肩负起这个重任 那么也许是时候考虑其他的候选人了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 这次的美国总统选举真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政治闹剧 让我们一起深入解析一下这场混乱的选举局面 拜登总统正面临着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 这场政治角力简直可以改名为 拜登逃脱大挑战 首先 拜登的竞选团队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一场灾难性的辩论表现后 民主党内部的许多声音都在呼吁他退出竞选 甚至连一些重要的捐助者也威胁要切断资金支持 但拜登似乎并不打算轻易退场 他在一场电视采访中幽默地表示 除非上帝亲自告诉他退出竞选 否则他绝不会放弃 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很坚定 但显然民主党内的某些人认为 他应该更多考虑一下现实 接下来是关于拜登辩论表现的评价 拜登将他糟糕的辩论表现归咎于一场感冒 这个理由听起来有点像是 我的狗吃了我的作业这种类型的借口 尽管他在威斯康星州的集会上 发表了强有力的演讲 并且他坚称自己会赢得选战 但许多批评者仍然认为他在没有提磁器的情况下 难以表现自如 看来拜登要想打消这些质疑 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次强有力的演讲 再来看看民主党内部的动态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的沉默让人感到耐人寻味 他们没有公开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也没有表达任何质疑 这种沉默是否代表他们对拜登的支持 还是他们也在观望 这一点尚不明朗 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党内部的动荡远未结束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处理这场风波时也显得相当谨慎 在纽奥良的文化节上 哈里斯在舞台上发表了超过20分钟的演讲 但他并未提及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 这种避而不谈的策略显示了他在这一时刻的谨慎态度 毕竟如果拜登最终决定退出竞选 哈里斯可能会成为民主党的下一位棋手 总的来说 这场选举闹剧充满了政治角力和内部斗争 拜登面临着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 需要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 而卡玛拉·哈里斯则需要再支持拜登 和考虑自己未来之间找到平衡 未来几个月 这场选战将更加激烈 观众们请准备好爆米花 我们拭目以待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